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色主人 今天我分享一道非常有名的一道粤菜 四只蒸盘龙餐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河蔓 用热水烫一下饼 把这个粘液把它烫掉 再把它清洗干净 这个粘液清洗干净了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镰刀切片 然后呢 连接到的 比较切断的那种 炒好断之后 我们把里面的那张把它拿出来 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鳗鱼控干水分 我们再准备一点小料 姜 豆子 酸末 干葱 淋上发酵油 和慢 我们加入盐 鸡粉 白糖 胡椒粉 生抽 蚝油一勺 花雕料酒 最后把这个小料也倒下去 来点生粉 抓拌均匀 最后来点老抽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直接摆入盘中 卷起来哟 剩余的酱汁也放上去 直接放入蒸香 上去蒸8分钟 好 四只蒸盘融散就正好了 撒上迷人的冲发 我浇上月油 四只蒸盘融散就做好了 粉丝们先吃 干他